经济跟社会福利的问题 到底习近平是不是反对消费型的这种 刺激经济的做法 或者是反对所谓中国朝福利国家的做法 这社民你怎么来看 中国现在的漫药经济是不是已经来晚了 我们刚才提到了 整个制造业萎缩 房价低迷出口下滑 这个消费紧缩 消费通缩 还有青年失业率这个很高 超过2% PMI八月份 八月份PMI就是说 制造人经理指数的低于所谓融工线的 5%这些连续五个月了 你怎么来看待 是不是现在李克强国务院 或是各个部委提出的问题 以及晚不继续 我觉得经济主要问题就是在转型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从过去的房地产经济 就是土地财政地租经济转向现在的高科技 具体用中央的话叫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它不是虚拟经济 它其实就是 人们生产两种产品 一种消费品 一种叫资本品 生产资本品的东西就叫数字经济 它只是提高 它是提高生产率 你比如说你买个手机 这手机 你可以说是数字经济产物 你手机不能吃 但是它可以方便你的生活 比如说现在的物联网 它给你送东西这些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 中国的经济的下滑跟这个有关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过去几年 政治上有错误 就是过早的提出了所谓的共赋这个思想 在两年以前提出来的 这共赋思想确实吓跑了很多 吓坏了很多民营企业家 就是你这么多年 大家已经觉得你不会搞共产主义的 你共产党呢 你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 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们 常委们 家家都有几个亿 怎么还会有共产呢 要共产的话先共谁啊 是不是大家都得共呢 所以大家已经不相信共产党 要搞共产主义了 觉得就是一个口号而已 而这几年的做法呢 使人们开始又怀疑了 是不是习呢 是跟别人想的不一样 江泽民肯定不会搞 把胡锦涛没有能力搞 习是不是呢 他就是一个 骨子里面是个共产主义者 他真要搞这一套了 所以把民营企业家呢 也吓了一跳 再加上有些人呢 趁火打劫 看到中央提出来呢 一些共产的这种想法啊 政治局 于是呢 就像比如像司马南啊 张洁啊 这些饶警啊 他们就开始去打柳川智 这个 差不多打了一年多 直到最近中央直接发文 不准再 去抹黑 再去打这种民营企业家 他们才住了口 自己呢 把自己也栽出来 好像他们没做这个事 那就政策上有一定的错 但主要是因为经济的转型 在转型过程中 很多 老的钱 老的行业 老的做法 就不能再继续了 所谓的old money old fashion 他们就 就是过时了 我一个朋友 最近到上海 建了一大帮企业家 埋怨的人 都是赚老钱的人 兴致勃勃的呢 都是在新行业里面的人 新行业呢 包括现在的 新能源 电动车 像AI的技术 在这些方面呢 大家是信心满满的 觉得中国可以超过美国 我一个 另外一个朋友 就在Prinston 他做那个新能源 他就说 他在中国造一个房 那天和平也在 他们造一个厂房 9万平方里 8个月就完工了 他说美国要造同样的 恐怕8年也完不了 光是做前期规划 各种批准 就得3、5年都要过去 而且有人说 说工厂是不是很廉价呀 是不是那种 就所谓奴隶劳动吧 他说根本就不是 那个工厂就没有灯 是无人工厂 你去剥削谁呀 而且他到那个地方 去看的时候呢 他早上是4、5点钟 苏州市的市长 市委书记 已经在工地上面 就所谓的就是 干部躺平 也未见得躺得那么整齐 有的地方还是在干活 尤其在这些新的 这些方面 所以我觉得呢 中国现在经济的问题 没有人们讲得那么大 是有信心问题 老百姓没信心就不投资 中央怎么鼓励也不行 企业家没有信心 老百姓就不消费了 企业家就不投资 是有这个问题 但是呢 只要中央的 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 只要老百姓的 发财自负的愿望不变 经济总能找到新的增长点 实际上现在已经找到了 中国出口主要就是 在这个新的方面 车中国占了全世界市场的 百分之六十以上 电动车 新人员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那还会有很多新的增长点的出来 不过你现在每个人谈的 谈到中国经济就是摇头 对吧 就是没有一项任何数据是好的 对不对 显然 但是中国经济 现在按照西方的几个大公司的 他们从五砍到百分之四点八 四点七 但即使是这样的话 也是美国今年的多少呢 美国今年的三倍 除了印度能超过中国 在大国之间 就中国经济的活力 没有像人们讲的那么糟糕 它是碰到了很大的问题 就像八十年代经济转型 九十年代的时候呢 它是当时是要从计划经济 转到市场经济 那个时候是靠腐败解决的这个问题 腐败作为一种润滑剂 当时中间有很多化工为师的行为 尤其在九二年以后 现在的经济转型呢 是要从大家都习惯的那条路上 走在他新的路上 企业家不习惯 他们赚 赚够了这种钱 地方政府不习惯 那这个中间又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国家教授 我刚才那个盛明提到的 是不是可能大陆是不是习惯了 以前这种急速增长 现在目前的漫飞 经济漫飞跟困境 好像大家反而不习惯 是因为这种感受上还是怎么样 经济问题啊 有长问题 有短期期 那么现在中国 它长期 那么可能 可是 也就是它一直在长当中 它管理也越来越强 就短期问题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这个漫药是讲培育本 也就是把整经济的体质 然后在整个转型中不断地向精致发展 然后向大发展 向数字发长期的一个原故本 强化石结构转型 那么这一方面 它确确是繁殖的计划 它被讲2025 一个制造业先进 双务变成强国 它确实这个一个人才啊 或者像上升版道的这个电动 甚至AI 甚至这个数据 它都有这个不断的相关针了 那我们想的就是说它短了 确实是现在是不齐巴了 这个大发有很多原因造 这是我们刚刚讲 长期的转型不够够 第二个是国际的 非常非常多的高端产业 数百家被美食品 不可以出售的认诺 那么这个单位影响的真意呢 不但影响影响相关产品 所以这个是长期的 别人做好 现在就密集的危机了 我们刚刚讲到 房地是一个立即的危 这个立即的危 造成 爆破爆裂 这可能是你整个经济的 甚至社会的稳定 造成非常不利的营 那民营企业家 消失 或者不遇让它的产能 那么这个就是 测的稳定性 它前几个没有信心 过去打压 混沌 没有造成一个信心的 那民间现在是不远 对 郭昌兄 你的画面又停滞了 我那个网络是不是又不稳了 现在 何彬你在线上吗 何彬 刚才那个画面 那个郭昌教授 现在有个好 现在好了 现在声音很好 现在声音很好 画面把它弄出来就可以了 画面把它放出来就可以了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 这个网络这个也是很麻烦的 哈哈哈哈 何彬还在开车吗 可以了 可以吗 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 听不到 哎 画面放出来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们还要谈论谈论大选 希望你网络能够稳定一点 OK 嗯 现在可以吗 可以 你把那个刚才还没有讲完的分析 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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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呢 中国大陆需要解决立即的一个能耐 啊 现在呢 可以说是 因为百齐八 所以非常 但进入到一个名过紧缩的时代 所以整个投资 整个的社会的投业 啊 那 现在消费都会产生的影响 啊 所以现在大陆 呢 就是要避免一个通缩的局面 日本过去二十五年局面下 最近也不错了 可是中国进入通缩那就是一年二十年 的失落 那么这个失落对于整个经济的啊 啊 是非常非常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他所提出来的解救利益危机的方法呢 认为是啊 地球跟这个之间有落差 整个经济体的远远大于所提供的政策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讲就是说 顾本是长级的问题 是呢 面对级的问题呢 就要照一样啊 啊 他作为一个啊 一定的立即的出能 啊会造成一个用啊 你比如说 是不是要扩张计则 过去三年美国面对的疫情 他做了很多扩张认证 政府大力来啊 进行或者奖励投资做人力的训练呢 这个呢 他对办法对干净能力 都是直接的帮助带动整个的投需求 那么现在呢 就是政府他因为啊 财政困难特困难 所以他没有大幅度的扩张的一个措施 比如说美国政府啊 很多回来政府在都 在香港政府啊 差不多现金给民众 那么提倡政府应该发布现金的浪民 这个消费呢 就可以提倡啊 那么中国大陆 财政的考虑 那比如说你现在是不是更多啊 你的经济 中国大陆降息降了 是象征性的 他是不利施党外聚啊 那么你这个经济的状态 你不能过去的话 那么 这个是被认为是供给的 也就是 但是仅其应付为难的措施 是不而有利 这就是中国啊 大陆是改革开放最危机的一个经济 也是首数啊 第一次 就让他这个经济数据啊 各种数量 甚至他层子可能今年超过中三十六年来会的局面呢 啊 现在这个西方国家 美国这个 崛起强大 啊 必然事实 而强大的 层面啊 啊 这就算了必然事实 对啊 预测 这所谓的 定的事实的基础 国的 经济体階 体质越来越强 一体质 并没有 反而有些 这个重大的误陷 而难以 啊 所以今天来讲 中国的经济啊 这部分 也需要 其的 立即的 托比的 措施来 欢迎您收看评论简报 图里戈金的真正遗产 雇佣兵蓝图 纽约时报评论版 根据国防大学国际安全事务学院教授肖恩·麦克菲特的说法 俄罗斯雇佣兵组织瓦格纳前老板叶弗根尼 图里戈金的死亡不会对该组织产生太大影响 尽管该组织的许多武器在6月份被没收 但据报道 俄罗斯政府正试图接管该组织在非洲的行动 该地区是该组织最有经验的战士所在地 图里戈金提出的瓦格纳模式取得了成功 他向国家元首提出交易 以保护他们免受政变的威胁 并以控制自然资源来维护俄罗斯的利益 这可能会鼓励其他私人安保公司效仿 鉴于稀土矿物在制造消费电子产品 可再生能源产品和国防技术中的日益重要 这种情况是有问题的 如果新的冲突企业家能够控制这些资源 他们就能够控制全球供应链的战略要冲 有可能对国家进行勒索 并塑造地缘政治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破产 定时炸弹何时爆炸 德国之声中文网 习近平强行获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任后 为了树立伟大形象 努力把自己打扮成无所不知的万能领导 并要人们学习他的思想 尤其是所谓的经济思想 最近在南非的金砖峰会期间 新华社专门给那里参会的人 特别是非洲政客们 召开了一个习近平经济思想报告会 吕德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认为 在当今中国经济如此尴尬的情况下 宣扬他的经济思想实在是一大自我讽巢 西方不少观察家在习近平上台时 对其抱有很大的期待 对其在经济方面的言论 有些称之为 Economics 习近平经济学 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便看到 他的所谓经济思想 实在是一个充满矛盾大杂烩 不错 两个循环是其经济思想的一部分 而且 杂一听 似乎确实没什么错 因为他强调的是把重点放在国内市场 提高国内消费能力 他的所谓共同富裕 似乎也像回事 破流点社会主义的气息 但是如果细看一下习近平对国内经济领域下的具体指示 就马上露出破绽 以房地产为例 习近平对此有一个很明确的指示 房住不炒 即房子不是用来炒卖的 而现实是 对一个70%的家庭已经有自己的房产 人均住宅面积已到达40平方米的国家来说 中国的房地产显然是供远大于需 而更关键的是 房地产的灾难来自于地方政府的不负责任的土地财政 这是一个习近平的前任遗传下来的制度性设计偏差 2021年中国地方政府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收入 占到总财政收入的40% 正是地方政府把认为高价的土地作为抵押品 过度举债 才造成2022年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已达近90万亿美元 这是不少西方国家智库的估算 中方的估测的地方政府的债务是35万亿元 远少于西方的估测 习近平所谓经济思想破绽就在于 它并没有从制度上努力去解决问题 而只是空喊一些口号 由于住房资产约占中国家庭财富的70% 同时房地产占GDP的14% 2022年数字 暂且不计算由此而产生的产业链的效应 一旦这个产业不景弃 那中国人的财富 特别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财富 一下子就缩水不小 延伸阅读 专访 出现第二个恒大是可能的 而不少以前靠房产泡沫支持财政的地方政府 已经陷入危机 一些地区连教师 公交 市政 甚至公安的工资都发不出 目前 中国官方把14个省划路陷入财政危机的地区 比例几近一半 中国制度性的设计偏差 还在存在于对民企的歧视 偏好国企 而这在习近平时代尤为突出 而民企在中国却是对GDP 就业出口贡献最大的 按照一般估测 中国只有保证6%的GDP增长 才能保证现有的劳动力的就业 这里善待民企是最大的前提 但习近平深信国企是社会主义的支柱 这也是他所谓的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所以官方对国企从财政方面投入特别大 由于歧视民企包括对教育行业的打击 使得中国的失业率大大上升 毕业生就业率大幅下跌 百姓的可支配的收入明显减少 而这一切又打击了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 其结果就是 民众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缺乏信心 非现代的 非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 中国自清零政策结束以来 经济一直在下滑 尽管很多问题是他的前任那里开始的 但习近平并未表现出 有能力进行任何改变 而习近平所谓的经济思想 主要问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他自己的思想的矛盾性 前后不一致性 这在前面也有阐述 第二 习近平是个典型的威权主义体制的人 在实际作为中 并没有让公民的福祉 放在第一位的思维 尽管他有共同富裕之说法 譬如说 中共官方一再否定了 给居民发钱刺激消费的做法 而事实上 如果中国政府从中央和地方层面 将GDP的1%至1.5%转移给家庭 中国经济就能有很可观的增长 第三 是他的思维永远是意识形态 高于自由市场经济 他的国际民退的设计 本质上就是固守陈旧的共产党的原则 违背了基本的经济法则的表现 最后 习近平本人的知识结构 类似于毛泽东 是不适合领导一个现代的 甚至是后现代的中国的 在实际经济问题方面 他往往是一个束手无策 或者不可预测的人 唯一可能还能算他的优点的话 那就是 而在最后一个关键时刻 为了拯救自己 他不得不勉强听从更专业的人士劝谏 而后者的改变往往是很突兀的 最后一点 最明显的就体现在 他突然终止吹捧很久的清零政策 从2020年起 他坚守清零 并把这个作为世界的榜样 可是 眼看着中国的经济不知 他又突然没有任何解释 突然结束清零 定时炸弹 何时爆炸 美国总统拜登 最近称中国经济已成定时炸弹 意思是指 他将随时随地要爆炸 而如是这样 那将对整个世界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毕竟中国的经济增长 毕竟要占全球经济增长的30%左右 但逼者以为 等到这颗定时炸弹爆炸 看来还要滴达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有各种理由可以支持这么观点 首先从中国政体来看 威权主义国家的特点就是 共产党的生存是最大原则 在执政党感到其生存确实受到威胁时 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 会用极快的速度采取一切措施抢救 尽管威权主义的政党 并没有从制度上系统的 去解决经济制度问题的决心和勇气 但临时抱佛脚的方案还是会不少 比如 中国最近计划允许地方政府 发行1.5兆元人民币的专项融资债券 目的就是帮助12个地区偿还债务 是否管用 尚待观察 打破惯例 开始第三任期 2023年3月10日 中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2952名与会代表投票表决 一致支持69岁的习近平 续任国家主席 及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宣布当选之际 现场响起如雷掌声 由此 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之后 中共领导人执政两届共10年的惯例 开始其第三个任期 除了威权主义政权本身的特点 中国经济本身还是有一些强处 地方政府虽然资金匮乏 但资产丰富 2021年 非金融类国有企业 净资产达到76.6万亿元 如果习近平能稍微改变一下他的国进民退的思维 把一部分国有资产分放给民间 那多少就能解决一些消费不足 民企虚弱的问题 中国的强处还体现在科研能力的提高 另外应该看到 中国这几年来的工业界出现了新的增长点 一些新型的产业纷纷出现 如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 新能源技术可谓全世界一枝独秀 人工智能和数码化 生物医药也都可圈可点 尽管按照中国人民大学崇洋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的说法 中国现在面临40多年未有之恶劣形势 但北京拥有的富而置之的工具尚在 暂时还是能压一段时间 总之 习近平没有也不想从制度上推动经济自由化 他没有一个可持久的方案 更缺乏前总理朱镕基那样的见识和胆量 对非市场的制度做正统型的大动作改革 尤其是对国营企业的改革 换言之 按照现有的经济模式 中国很难再来个大翻身和大反弹 经济下滑将是今后必然的趋势 本文作者张俊华为德籍华人政治学者 在德国生活三十余年 他曾就读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 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此后曾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等高校 现为法国Ecole Université de Management 客座教授 是什么推动了非洲的政变 外交政策 在过去三年中 加鹏成为第八个面临政变的非洲国家 凸显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性 外交政策杂志 对导致这种不稳定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包括法国 美国和联合国等西方大国的作用 这些文章和报道 探讨了这些西方大国 在西非和中非地区背离民主的角色 并考虑了他们可能如何提供帮助 文章还讨论了导致加鹏政变的社会和民主进展的缺乏 以及法国在其中的串谋 此外 他还探讨了外国资金如何产生更强大 更不负责任的军队 并就由非民主政权领导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辩论 最后 他批评了西方政策只是对撒哈拉地区问题敷衍了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跟胡锦涛之后 我们谈谈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美国问题专家 国际政治的学者 这个志仲云 志仲云他现在高龄 93 他曾经是毛泽东的翻译 最近在网路上面 网传上面流传 他提出了六点建议 包括这个共产党 这个错误 为什么要人民来拥戴 这个为什么要反腐败 反腐败 真正目的在哪里 还提到人民不喜欢共产党 还有这个错就是错 不必讲太多 这个有六点建议 其实现在中国的发展 面临着一个困境 不管内在的 或者是外在的 都是一样 约文你这个 可不可以谈一下 我看到你在网路上面 也泼了有关于这个志仲云 提到的这六点 这是真的吗 这六点 或者说志仲云讲的话 是不是反映了部分中国现在的民情 跟一般人民心目中 小市民的心声 这个是不用发给我的 我个人平时对朱仲云关系 不是很多 关注的不是很多 关注的不知道 不用发给我 还有我就随意一手卷到 这个推特上去 我觉得觉得挺好玩的 一个事项 有人讲是不是他写的 这个东西没法判断 是不是他写的 因为我以前这个看朱仲云的文章也看得很少 我从文文上我也 我自己不能判断 行不行他写 但是这个线上 我觉得就是值得注意 这个线上值得注意 就是说 人民不喜欢共产党 这个有错就错 没有说不要这人多多多的解释等等 这个东西就是他反映了当下的当下的一些信息 也一些信息 关于朱仲云的这个网络上 就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全出他的一些一些一些讲话 一些发言等等 当然这讲话发言表达的是是是是是是不满 那么这里面是多大程度上是他自己讲的还是别人的脱委之多 这个就是就是我觉得是没法考证也没有必要去没有必要去考证 因为有人就是就就了假如说是别人的脱委之多 是借助他的所的名气来表达对现实的对当下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不满 那么这样这种不满的声音我们讲就就是说启动存在这两年间优其优其强烈优其强烈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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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呃比如讲这个你我之间不满可能讲的话呃就没有人听 那么呃借这个朱仲云讲的话表达脑就不满了 可能你关注的人就就就就很多 大概就是说呃如果说是别人的事情是冒他的名字呢 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出于这样的考虑呃我个人的判断应该来讲的话 如果他93岁高龄的话呢大概你可能不是他写的东西 因为因为我觉得一个93岁的老人的话呃无论是他是出于所谓的对这个呃国家也好 对这个民族也好 或者是从从他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那里面讲的他他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啊所属诸位这个党本身来搞93岁的话 我觉得不大可能在这个时候继续的发生因为我们看到跟他同样年龄的啊 啊也这个一些人早已不再讲话了包括吴敬莲啊包括毛雨士啊这个这个都是也都是被所谓的这个自由派 或者政治反对方数为呃过去非常催促的人物催促的人物但是他们我们讲可以好长一段时间啊都不都不讲话了啊 啊周中云可能是上次来讲就是他舆论场啊比他们这个这个这个要要要活跃一点 所以讲这个活跃一点是他本人就是说我看来是他本人的一个真实意见的表达是别人借他的名这个名字的表达啊现在就是说这个没法没法去去这细细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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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就去考了这些分辨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就是必须就是政治反对派发现说这个自由派里面他必须要有人来表达这些不满必须要有人表达的必须要接踪一个所谓的得高望重的人物来来来来把这种声音传达传达出去啊传达出去所以是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线上的线的过去存在现在会存在将来还会继续存在 市民 我讲一句啊对啊我我我只是看到了这个日文的这个台湾里面讲的这个东西啊我觉得现在对习近平的不满啊怨恨啊是非常的普遍 这个里面确确实是有习近平做事情或者是现在体制转型的这样一种一种状况 但是我觉得中国确实是是面临着一种是更加开放啊迎合西方迎合世界还是说更加保守更加僵化啊现在大家有非常多的担忧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习近平的这种文章也不奇怪 实际上过去这些年要习近平下台政变各种各种收获都有了但是久了以后了这些东西的足影啊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因为一方面不管你多大的不满现在要把习近平干掉干下台几乎的可能性是你只能靠了个在某一种概率了对吧几乎就就就就就就没有可能性你只能靠了啊赌博的概率没有没有太多的讨论的这个价值 而是说你怎么去认知现在的习近平的行为他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习实形态的一个坚持者啊一个国家民策主义的坚持者 还是说呢他就是在这个艰难的转型时间啊不管他承受多少的攻击和批评哎他都要按照他的这个方式在这个运行啊 啊那么我们知道啊改革是最艰难最艰难的现在到了一个啊就是不止白毛黑毛做老鼠的时代了是一个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啊 啊这个国家怎么去维持现有的成果啊解决现在过去几十年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包括现在新出现的地域政治的这个影响 最终走出来这个确确实实是习近平怎么想的我们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啊 啊从他的一些讲话来看呢有的是沉默着意识形态有的讲话呢又是非常的啊就有务实的精神啊 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是一个比较灰色的一个变改的一个阶段不是那么清晰的一个一个啊一个状况 但实际上呢是很努力的在前面改变现在中国被动的这种局面最终把很多的事情啊能够啊希望能够理顺 这种能够理顺真的是不知道啊在这个真正的习近平的公公公公的评价也许到他死了以后很多年啊啊才能清理啊 啊现在很多的东西都是持于自己的直观的感受或者自己的价值意识形态或者是自己的啊这个生活啊或者是啊这个生啊 打击性的力量性的实际上没有 圣明我有个问题想请调你就是就是说对习近平这种不满如果是普遍性的话啊你回想一下 这个大陆的民情对比方对他的前任的这个胡锦涛对他前任的江泽民 那时候有这种社会上有这种普遍性的不满啊 应该说是没有因为习做的事呢就他们全部加起来大概都够不上抓了那么多的贪官 把60多个中央委员100多个将军400多个省部级的干部 就这些人的家属也好他们的朋友也好肯定对他不满 同时呢他对中国经济转型中国过去30年靠的就是土地财政房地产经济 他这一转在这个中间地方政府多少人有利益房地产商多少人有利益 包括买了房的囤房的人有多少的利益 这又是一个不满那去年清零的突然转弯 他的基本盘呢也开始对他不满 本来是跟着他坚决清零的结果他一转 人人却都 就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就不管是权力经营也好资本经营也好文化经营也好 都被他得罪了当然就是不满 至于说资中云那个文章 其实我觉得评都不比评百分之百就是假的 嗯他过去还有可能讲那些话他现在绝无可能讲那些话 我们看人们喜欢这个 所谓委托制作自己讲的话呢 音量不够影响不够 就把自己的文章挂到一些其他人的名下 比较重要性的人物 这个挂的有时候也不是是流传中间能自然挂上去的 比如说以陈南青的名义就发过很多文章 并不是他说的话 就再比如说呢以蔡霞的名义 当时国内党校整蔡霞就是因为有一篇文章呢 就是习近平的认知问题挂到他名下 结果党校还专门就是 搞到他的专案专门审查他 其实那篇文章呢是一个 当时在Princeton一位朋友写的 当然也不是他自己挂的蔡霞名下 就是流传中间他就挂过去了 审查了半天最后呢 说要这文章不是你写的 你还是党的好孩子 当时做了这么一个节目 当然这个好孩子呢后代也不好了 出国以后呢 也放开来了 就等等吧 现在的没有人再会去写这种文章了 私下里面流传一下任志强是前册之鉴 他那个东西也不是公开要发表的 传来传去就传出去了 结果就传出了18年的图形 当然那个判刑不是用的那个文章 用的呢是他在当年就是 做公司的时候的一些事情 这事情的真假呢我想大家自己也做得出判断 一点不困难 这个国家教授如果按照刚才大家的分析啊 感觉出来这个挂了这个 知识宗宇的名字来发表啊 您是媒体专家啊 知识的媒体专家 你怎么要看待现在我们怎样去认知社群媒体 或去辨别这个社群媒体上面有关于这些文章的真谓啊 这个当然有可能是别人是把文章挂在他的这个民份上面了 这个利用他的利用他的权威 习居然这样的一个人现在站出来公然批判 甚至反对习近平共产党 那么当然是有怀抱啊 这种动机的可能性啊 但是呢应该他本人啊 说清楚讲明白啊 是不是他自己写的 我想是不是他本人啊不重要 重要的时候讲的这个内容啊 反映了很多大陆民众的心声 但是也有很多是违背啊 许多大陆人民的看法 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啊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转型的一个枢纽性 而转型呢是有从好的转到坏的 也有从坏的啊转到好的 也有从高阶转到低阶 也有从低阶转到高阶 更是见仁见智啊 那么习近平无论他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人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 他的政策他的方针以及共产党本身的体质和体质 都需要大幅度的转型 因此他是推动这个转型的总设计师啊 也是总执行师啊 甚至可以说总加速师啊 习近平是在方方面面啊 都要把中国做一个彻底的扭转 这扭转在他来看就是为了导正 把歪的变成正的 但在很多人来看啊 他是把原来正确的啊 转变成不正确 原来是往光明的方向前进的 被他扭转到往黑暗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那无论如何 就是因为他强而有力的推动这个转型 所以树敌很多 引起强烈的正反两面的评价 那么甚至呢 他现在所面对的是国内国际 一起的啊 这个敌对的力量的一种对他的攻击 那美国啊 那么以及美国所这个啊 连结的一些所谓西方国家 乃至于日本韩国 这些国家呢 是对中国怀抱着一种打压遏制啊 甚至封锁的一个啊 啊 敌意 那么这科技的脖子啊 啊 当然也对中国 非常啊 重大的一个经济利益的一个使害 那么在国内呢 现在虽然啊 习近平他领导参长强烈的啊 统治的啊 控制的媒体 那么所以媒体所发出来声音呢 相当的一致 即使是所谓设计社群媒体 那么也都是在高度的监控之下 所以他啊很少表现这种太多的不满 那么其实中国大陆是多元化的一个事 这个多元化只是表现出来很有限而已 即使到底层 到密室里头查的话 就可以被中国大陆 现在呢 啊 肯定 习领导的很多 我们对他领导的很多 这种不同意见 包括疫情这样管正确还是错误的 包括对于房地产 这样的一个啊 控制的一个加强啊 啊 这个金钱这个啊 金脉流动的打压啊 啊 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 这都有一定的啊 不一致的看法啊 那么有人认为这个中国过去是 这种地啊 房地投机太厉害啊 啊啊 百分之六七的这个啊 人民的产都压在上面啊 影响到这个啊 制造性或是硬产业硬科技的发展啊 那么投机太强 让人民 非无这个啊啊 廉价房啊 啊 这个这个租此类的 确实房地产造成很多问题 特别是地方 过度依赖地方的土地产啊 那么这个很大的问题 他不出没有 不强 所断房地产 这个 这个 彩化 那么中来呢 不可能是一来一也严重 而且他造成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可是 他强力的啊 扼打压房地产投入 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经济的危机不只是啊 啊 地产商啊啊 分出现资金断利的 是房地产卖出去人民信心动摇啊 甚至他的一个关联性的产业都受到很大的抑制啊 然后这个经济的整个啊 投资和需求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这些都有 那你要说他对房地产正确还是错误的 哎 都各有各的道理啊啊 啊 所以 被他的啊 损害利益的 当然是反对他啊 因为他而获益的 当然是比较赞成他啊 或者是有 国家发展 总理思考的 而你的平台经济是 啊 像是一个野蛮成长之控的野兽啊 啊 那么也造成种种的投机和风 那么打压 或者导阵是应该的嘛 可是另外一部分人觉得 你这破坏整个啊 平台企业的一个创新 你让这整个的啊 这服务业啊 啊 没办法快速的发展 你让很多救货机会啊 减死了 而你也让各的民营企业对政策稳定性的信心 以及对经济的信心受到很大的破坏 那么批评他的也可以这样讲 所以正反两面啊 都有 我刚刚讲的就是所谓灰色地带啊 啊 见仁见智 这些事情太多 那么是一个啊 啊 这个循序啊 循规道理 或者是 循网力办理的 那么 这些问题 都没有问题啊 不构成问题 甚至继续摊下去 所以官僚体系对他都会支持啊 虽然民间的部门会越来越大 那他要整顿呢 那他一整个当然就是 都是得罪人嘛 这些意见 而今天已经很多很多的示意者 你要改变现状 这些人都会 这个啊 扶倒这个转型 所以今天啊 我们一方面看到 浮现出的不满 啊 运恨是比实际 要少得多 而深入期间呢 发现是多元化 正面的 肯定的 负面的 不定的 建制的 啊 各方面都有 所以今天啊 那样的声音 不足为奇 他一定的代表性 但是 未必有普及 整个中国大陆 是个高度 多于分输化的一个 啊 人们是 对县 正确 或者对共产党 那我再讲一下 这个房地产的事 和他引起的不满 因为中国过去 还有这个事情 你要不要等一下我们 第五个讨论 经济的时候去谈 还是你现在想 因为他讲到那了 因为现在 中国过去的 经济增长呢 有两个推动 一个呢 是制造业 一个就是房地产 制造业和房地产呢 这两个在习上来的时候呢 都面临一个转型的时候 对制造业的转型呢 习实际上 他推出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一带一路 他把过程的产能呢 推向世界 这个呢 没有多少能反对 当然 反对的呢 也是 不是太有道理吧 一带一路 比如说骂他的人呢 有两种不同的骂法 一种呢 说是撒币 一种呢 说是殖民掠夺 再无陷阱 这两个东西就是相当矛盾的 对吧 你不能说一个人又在撒钱 又在抢钱 就是骂的有点不合逻辑 我就不再去说他了 那么 房地产这一块呢 引起的怨言特别大 因为制造业呢 他继续还在 还在鼓励走向世界而已 但是房地产 其实中国呢 他也走到头了 今天的中国14亿人 盖了将近40亿人 都可以住的房子 中国今天的那些 基本建设 水 水坝也好 就是港口也好 铁路高铁等等 可以说是世界最好的 他再往下建的话 就是个重复建设 加丽江上面 现在不只有多少桥 长江上曾经只有两座桥 武汉和南京 现在有多少桥 没人说得清楚 所以这种建设的方法呢 是应该截止吧 我经济转型靠的是 土地财政 他第一桶金是从那来的 当年毛泽东呢 打下这个国家的时候呢 他把土地收回国有 当时他并没想到 能起到这个作用 他当时就搞共产主义嘛 当然一切都应该公有 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呢 面临这个资金问题 港台资金是有限的 飞水车性 中国真正的第一桶金 全部来自于房地产 卖地的钱 这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 房地产呢 不光是房地产商得利 老百姓的住房改善了也得利 就是中国的基本建设 都从这个卖地的开始 还有就最主要地方政府得利 地方政府 他本能的他就会去搞房地产经济 就举例比如说恒大去年 就恒大去年大概卖了是不到1000亿吧 我们就假设他卖了1000亿 就不管他卖多少 他每1000亿的房子卖出去 3000就是350亿呢 就给了政府 但是他从政府买地的钱 35% 加上他的那个交给政府的税 又是百分之十几 就50%的钱 就到了政府那儿 所以他每卖一块钱 一五毛钱会到地方政府那儿 那地方政府当然喜欢支持 就是向所有的房地产公司 都有一个向他买地的问题 然后交税的问题 但是实际上现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了 要从地产经济转到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呢 就是高科技会代表的5G啊 云计算啊 就是阿里啊 物流网啊 这些东西 今天中国呢 就是这种数字经济已经占了50万亿了 就GDP的40% 但地方政府呢 在这个中间没有利益 他最多就收到了百分之十几的税 就是你卖出去 100块钱 他可以拿到百分之十几 他拿不到那35%的买地的钱 所以地方政府他就 纷纷就是陷入债务的问题 那地方政府的债务呢 实际上又是分成两块 一块是他借银行的钱 因为他发不出工资 他有很多事情他要做 对吧 他又不能再继续卖地了 一部分呢 是他向老百姓发债的钱 绝大部分是前者 前者的钱实际上呢 就像银行的借款 那是左手欠右手的钱 是国家欠国家的钱 那个是可以销账的 欠老百姓的钱 那是真实的欠贷 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中国不能再走房地产这条路 习一上来呢 就房子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然后三年以前呢 又提出三条红线 就是捅破了房地产这个泡沫 做法呢 是有些粗暴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件事是应该做的 必须做的 不能再一直搞房地产经济 搞到最后 中国经济 就一直玩这个砖头经济的话 那就会玩成香港的样子 什么行业都没有 就是房地产 整个香港呢 就成就了李嘉诚一个人 就成了李家的城 在这个中间得罪的人呢 是有太多的人 买房的人 造房的人 地方政府 习惯在这个行业里面赚钱的人 都被得罪了 最后再讲 他要押房 打房地产 他又不能把房地产的押崩了 因为中国老百姓过去三十年 四十年赚的钱 基本上全部 凝结房子里面去了 经济涨了几十倍 股市没有涨 什么东西涨了几十倍呢 房子涨了几十倍 所以房价你说它是虚的 它真不是虚的 它就是过去几十年GDP的凝结 如果你真把房地产打东了 你从现在一下 全国普遍掉下去百分之五十的话 那就不是骂娘的问题了 那恐怕就是造反的问题了 好 我们马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这个对社会社会的不满度 我想郁文大概下线了 这个郁文曾经在推文里面提到 现在的社会的不满度 有点像文革末期 还有六四天安门之后的几年 所以在大变革之前 当然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 好 既然谈到这个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